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你说六级是最高级了吧 对 是的 就是防疫 而且我发现日本人真是危机意识 日本科技家研究出来了 说这个变异了 已经变异了 变异的更毒性更强的 你知道吗 猪流感现在他说变异了 发现了类似于禽流感 那个蛋白质表面的那个东西 但是香港你看 现在是猪流感的等级跟股票起涨 股票都在涨 就是说这种消息天天升级 天天头版说证实几例 几个学校停 几个学校停 但跟萨斯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股票还蹦蹦蹦 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死的人的数字不多 你知道我现在 瑞士说自出育苗了 现在就抢着生产疫苗 没错都定了 香港定了500万 人家有人捉了真正的危险 可能在冬天 到冬天跟冬季本有的流行感冒 再这么化合衣服 再讲大约在冬季 那现在人家更不怕了 你想冬季的事情 现在谁管 买股票的人还想冬季吗 但是我跟你讲 我现在倒觉得 这个佛法里边有 就说一切法由心响生 就说这个世界 是你心想出来的 我现在觉得 真是有点封建民信的思想 我感觉 就是这个网络 你看这个网络 这个不受限制的网络 它其实像是什么呢 就像是人类集体记忆 集体的心 就说你这个人类加一块 你的心里有多少好 这里头就有多少好 你的心里有多少坏 这里头就有多少坏 而且还真是这个里边发生的 就是一切法从心响生 你就看这个人类的 这个网络之心里头 你想什么就来什么 因为我就说很多事 你不觉得像猪流感吗 你比如说 你说一个贪官一出来 同类型的 哗啦就一窝 就出来 甚至于说 我说就说 就说什么都像流感 比如说 什么时候听说过公共汽车 自燃了 着了 对吧 本来没有吧 但是一受到关注 成都那个公交车 燃了吧 其后几天之内 你看那照片 深圳街上 着了两辆了 你咱导演 看一看 当然要说咱们深圳市民 是临危不乱 玉事不慌 而且有了这个前车之鉴 无一人伤亡 大家都是 就安全了 这个剩下这个车 烧成个骨头架子 但是你看 所以我说 你说这是不是说 网络你一出一个什么事 互相学习 你的意思是 公共汽车会互相学习吗 不是 是人 人在学吗 但是问题是 其实以前也就发生过 这种公共汽车着火 你记得前几年也有 但只不过呢 当时呢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集中的注意 我觉得呢 网络 当然有人会在网络学 比如说 谁干了什么事 我也想干了什么事 去学他 可是也别忘记 网络还有个好处 就是把原来分散在各地的各种信息 集中的呈现了 他不是创作 他是归类 就说这些事情 本来都有 对 以前没那么集中的去注意 本来就全混在一起 你搞不清楚 他现在把它归类 命名化 你一有什么什么自然 那好啊 我这个也是自然 那个也是自然 全都放在HG 你一有史上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有一大堆的史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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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话语的力量 就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信息全归类 但是你看 这种信息的归类 最后真的就变成我们生活的事实 真相 这是不是真相 本来就存在 但是呢 事实真相存在很多呀 但是你会因为网络 你会变成 就是不注意以前 现在注意了 你现在就真的一下去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 好比说这个女间谍 对吗 对 最近好像 韩国出来俩 不是朝鲜那边说判俩吧 收到一本小册子没有 对啊 就是现在网上就在留反间谍手册 最近就说 麻烦了 我看了这个小册子 给她生活都麻烦了 就要聊起女 什么女特务 女间谍 甚至还扯上就说是按说是咱老大哥啊 人家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央视 有一某位什么女主持 对 说是个什么事 先入这个传闻 泄密啊 什么国防机密啊 这瞎说 但是后来人家这个女子 人家自己不但出来声名 而且人家这个又上节目了嘛 对吧 这个时间 其实她那个哪算泄密 我看她那个她那种节 做那种节目 那机会很少 你如果说真的要有这个机会 可能董家要机会 没错 我认为应该调查 对 我也觉得 那是坚决调查 没错 董家要打了鸡血 不过董家要这个性格啊 他也不像是能 间谍会发展他的 你们再多说 他太亢奋了 你知道吗 你们再多说几句 明天晚上又来了 说凤凰又难间谍了 你看 他很难 他很难 董家要很难 他太难做间谍 间谍不会选择 家要这种 这种形式 太亢奋了 成功的间谍 就是让你远完全想不到 他是间谍 我给你看看 间谍的面向 真正的女间谍 咱们 我给你找来一些图片 咱们大家观赏一下 他叫张路平 真的是当年啊 四川妹子 打入军统 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的 女情报英雄 直插敌人心脏 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啊 然后呢 这到最后是这个被被捕了 经百般折磨 策反无果 戴笠下令 把张路平等七人杀害 这是我们牺牲的 这个女情报人员 那再看下一个 这是沈安娜 这是他打到蒋介石身边的 红色女蝶 他的本事是什么 速记 速记啊 记得特别好 特别快 以至于蒋介石每次开会 点名就得让他速记 但是他速记完了 就送给共产党 沈安娜 新中国成立后 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 直到离休 然后你再看下面 国际女蝶 那更是 风采无限的 这位是 马加利的 柯年库发 马加 等着找这些女蝶 马加利的 柯年库发 你看 这是有品味的男人 和喜欢的 没有女人 什么玩吗 就是俄罗斯 你知道他搞定谁吗 你知道他搞定谁吗 搞定大科学家 爱因斯坦 他是苏联的 苏联女间谍 成功的俘获了 爱因斯坦的心 所以苏联最好的原子弹 就跟这个有关 他都回国了 爱因斯坦放不下了 连续给他写了 九封情书 然后说 我叼着你送的烟斗 用你喜欢的铅笔 粪笔集书 给你们写情报 如果你不忙 赶快给我回信吧 情商够低的 对 智商是高级的 你再看下一个 也是我这个久久 难以忘怀的 这就是著名的 玛塔哈里 玛塔哈里 这有名了 这是非常有名 跳脱衣舞的 当时泥岛巴黎 轰动一时 很多崇拜者 数千法郎 以求一夜之欢 这就是玛塔哈里 最后被处决的 对 他是谁的谁的 他是好像双料 好几两 但是最后 很复杂的一个 被审判 是法国枪决的 他 说因为他 法国在一战当中 多死了 数十万人 但实际 他好像有点 双料的性质 你再看下面 这位是谁 这位是最高贵的 女间谍 是个印度 印度公主 叫努尔 艾纳亚特汉 本是印度公主 被英军招募 但是 她工作中 捋犯错误 最后不幸被同事出卖 被纳粹枪毙 终年三十岁 这是最高贵的 本来印度公主 当特务 你再看下面 这个是伊朗 是伊朗 最近刚刚获释的 那个就说是 就说是美国的 女记者 女记者 当然咱不能说 人家是特务 就是美国女记者 最近伊朗搭选前 把她释放了 对吧 然后你看下边 就是咱们提到的 朝鲜 就最近要判刑的 两个美国女记者 判了是吧 判了 判了 要做十二年牢吧 好像说 希拉里帮她打招呼 对 然后美国说 要想办法营救他们 你看 风华阶段 我们的心还在跳 去一下广告 平复一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 要当间谍 也当女间谍 是吧 她留下 刚才这两个男人 拼命在那里 摇头 是她 女间谍 怎么怎么 我们的生活太无聊了 你知道吗 真被你碰到 你早就吓掉了 就感觉美人气 可是我觉得 女间谍 从这个意义上讲 反而是很容易被揭发的 就是说她 因为你想想看 你在一个 如果一个很高度 敏感的环境底下 忽然来了这么一个 长得挺漂亮的女人 或怎么样 你应该本能会对她 有提防 是吗 你不会吗 我肯定想不 我觉得一定会有提防 我觉得她现在对我本能 有点提防 是吧 所以我觉得女人当间谍 如果我们总是把女间谍 想象成是风华 觉得她很漂亮 很妖娆的女子 对啊 但这种女人是很容易被揭发的 其实这些词儿 在我们现代汉语里边 因为长久的使用 都是做负面词儿 其实你不去掉 她那个负面的话 她本身 你看现在人 你在讲这些人的时候 你并没有带着批评 或者骂的意思 对对对 它是一种特殊工作 包括特务 特务你仔细解开来 我们从小知道 特务是非常可怕 但只是一些特殊任务 特别任务嘛 看你是为谁做 而且你要是越开的话 比方说在我们的角度看 你英国对德国 德国对法国 但我们看来 只要你做的成功 你就是一个 很好的professional 对 就是看你从哪个立场 只是到你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它可能是不道德 其实也不能说不道德 是不是 就是说你的立场是错的 或者说你在帮敌人服务 是这样的 这样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 就成了一个话题嘛 最近 什么泄密啊 什么的 那是牵涉到 就是文人啊 牵涉到自己 人民内部当中 那这个情况 这其实是一种借用 我觉得 我们讲的都是军事用途的 都是背后是国家利益的 其实这种事 到现在其实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在美国 我记得我以前读的那个学校 UCLA CIA就来招 他就来办招招生的 就是讲座 就是说希望你们 因为东亚系 尤其是美国人 学中文的 他们就希望 这是他们重点要招的 可是学校方面就很反感 学校就是说 你们别来开这样的讲座 你对我们带来名声不好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的东亚系 有学生毕业了 进了CIA了 专门帮这个CIA 就是学校就会觉得 对我们名声不好 就是说你不要来开个公开的 招募的讲座 那叫FBI是不是好一点 FBI是 因为它是警察的概念 联邦调查 国内 就是一份教 就是一份教 FBI谁都可以去 你什么专业都可以去 CIA它就是要找 比方说你俄罗斯的 日本的什么 那你知道你有些专业 是专门要跟中国搞友好的 合作 你要是这个专业 这个系里边有人去了CIA 那么中国方面 或者其他国家都会不高兴 不过 大学里不欢迎 但是理论上它是可以的 那就好像打个比方 就好像国安部 现在到北大 说我要在北大里边 物色一些人 帮我们工作 这从国家利益上来讲 是好的 对北大师生应该踊跃参加 但北大大概也不希望 他宣传的太多 不过但是这种情报局 通常他招募 都是招募一些精英 所以他在很多国家里面 他都是往那种 最好的重点大学 去找手 比如说美国长春藤 他们CIA就常去办这种讲座 而且真招到不少精英 就真有很多精英 是进去那里头的 所以有时候 你甚至会觉得 进入那边觉得 那是一个你的骄傲 然后因为你会觉得 那里面充满各种自力挑战 比如说我举了一个 中情局的大门口 比如做雕塑 那个雕塑是40年前 请一个艺术家弄的 然后那个雕塑呢 是整个是由密码组成的 一个雕塑 上的雕买密码 然后那个密码是干嘛呢 就是那个艺术家 他跟中情局人员开玩笑 因为里头常常有这种事啊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叫他们来破译一下 这个密码是什么意思 40年了 这中情局没有人破过 就放在门口 那个玩意儿上面 写的到底是什么 这是他们变成一个 新生训练的一部分 新人一进来 就是来 大家先来参观这个雕塑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好好研究一下 知道的有讲啊 什么 哎呦 我那天还刚学会了SOS密码 最原始 最简单 但是到现在 全世界紧急求救 都用这个 都是这个密码 你现在才学会 我现在才学会 因为我现在有危险 我很无知 但是我觉得 大家都需要知道这个 因为它最少是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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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这样吗 为什么最简单呢 就是 O是三个长音 是啊 S是三个短音 所以就是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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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SOS 那么你记得有个电影 尼罗河上的那个什么惨案 那个侦探见一条眼镜蛇过来 然后他就敲 敲他让他旁边那个人来救他 对 你看 你发出这样的信号 听说这次地震 也有人就摆出 就这是一个最比 说比别的电码啊 都简单 包括你在海上 太简单了 你溺水了 用手电筒也是 啪啪 三短 三长 三短 三短 三长 三短 SOS 哎呀 这都是小时候没学过吗 你们 我们是个缺乏常识的民族啊 所以我们间接比较少啊 可是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是小学生都学的 这个 我认为大家应该学学这个 我只知道 那个时候台湾派了很多特务到大陆 对啊 所以我从小都学嘛 嘴里一说就说韩战 就被抓起来了 对 没错 没错 你这我想起 说于泽成 那天我看他们访问 就是 最近国内就是谍战剧啊 就是特别盛行嘛 然后有一个真的这个老国安是当专家情报专家是当他们的总顾问 然后就是说 说是这个于泽成 对吧 他把老婆孩子留在了大陆 然后他不是最后 说这是不可能 去了台湾 然后我们中共呢 又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女 做他的老婆 这个老专家就说 说这个不带近情理 我国的情报系统 一般还是尊重人情的 一般也有别人情味 说碰见这个情况 会跟于泽成说 你啊 老婆孩子 找着了 我们呢 也给你安排一个 您要要回过去的呢 那你就回来 您也要新的 不是他好像不是这么说 他没这么说 你那你太吓死了 去广告 去把新闻训练 这样这样算也行 广告之后见 这反映你个人想象 对文道记得清楚 就是我国情报系统是不会让特务违反 人伦理线 总道德 不会给你两个你写的 对 你别想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什么 什么叫人伦 什么叫道德 我发现呢 不同的人 他关注的重点 还不一样 你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觉得 这个 我主动向上边汇报 向上相机汇报 这个是道德的 对吗 但是可能在有些人 道德观里呢 告密 是最缺德的 可能在有些人 前段时间真的很厉害的 就是张一和 张一和 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么几句话吗 当今四大怪 做人的不如做狗的受宠爱 做事的不如告密的受信赖 在行的不如外行的提得快 忽悠的要比敬业的更豪迈 这里边就说 你看 做事的不如告密的受信赖 不过这是有点可怕 因为本来这个安全系统是为国家利益对外的 它一用到内部内政 尤其党派之争 尤其人之争 那是很可怕 那回到中国到革命时期的 那个是一个特殊情况 那不分的 那时候是为党为革命是一个整体 对啊 那时候要揭发内部敌人也是很重要的 我揭发一个美奖特务 跟揭发一个所谓的黑帮分子 是一回事 对啊 都是革命的 所以这个都是革命的利益 所以我都可以揭发 所以那个什么是聂甘努吧 聂甘努 聂甘努 被他们好像告密告得很厉害 对不对 他聂甘努现在被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变成了一个就是非常有骨气的 而且一直受迫害的 很神圣的 我最近读了他一首诗 挺好玩的 聂甘努写的 今年不是建国六十周年吗 哎呀 你真是想不到他这首诗 这首诗叫毛泽东 我们的旗帜 东方的列宁 大林 独书人的孔子 农民的吉士语 老太婆的关世英 孤儿的子母 教徒们的 教徒们的 释迦莫尼 耶稣 穆罕默德 就是四九年的时候 他对毛泽东的歌颂啊 把三大宗教的领袖 全弄上去 这个想象里 我估计在这个后来 后面他这个东西 要被批判的 然后最妙的是这么几句 他说 四万万七千万双眼望着你 四万万七千万双耳朵听着你 四万万七千万双手 拥护你 四万万七千万颗心爱你 四万万七千万个生命交给你 听啊 他们向世界欢呼 伟大者毛泽东 他们向过去欢呼 胜利者毛泽东 一切光荣 一切光荣怎样属于人民 一切光荣更怎样属于你 告诉我 怎样的言辞 才是最能赞美毛泽东的 这就是聂甘努 后来 你知道这个人 在哪以前写的 1949年2月10号 在香港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但是我跟你说 这种语言 其实我很熟悉 当时的很多人哪 哪怕就是后来被整 但是我就注意到 他们这个对毛主席的 这个感情 很有意思 对党也是 对共产党都是这样 一辈子我就服 毛泽东 你说按说到最后 这就算是 所以九死七又被毁了 他有种这个情义结 所以你要理解到这个人 后来他不是写很多诗吗 其实他这个信念并没有动摇 甚至他知道 有些人一直在告密 知道他的情况 他后来不是出来以后 还跟这些人来往吗 还一起吃喝酒吗 所以我不知道 我现在回到历史 来看一下聂堪努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这一代人 在我们是很难 有时候是很难理解 就很难理解 没错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梦想成真 人家说梦想成真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醒来 你醒过来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做了一场梦 就是说当时大家觉得是革命 觉得比如说是互相告密 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 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当成敌我矛盾 那么在道德上实际是有这个有理由的 对吗 如果说你是敌人 那么当然我告你的命 也可以 可是啊 梦醒了之后 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一反思 这可能是我的丈夫 我的兄弟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的多年的好朋友 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 你这政治风云过去之后啊 这个我 所以我就觉得对感情的这个伤害 对你就讲 你就讲人伦底线 对这个人伦底线的这种挫伤 你说是不是会长久的 所以不能 我觉得现在事情太脱离了一个时代 接下来我走向2010 我不觉得他们讲这些没意义 但是我觉得他们太脱离了一个时代 在当时他的那个身边的美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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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